人间乃是轮回处 调节心态心做主 六道轮回不由己 严守五戒深恐义 师父说 想要自己心情好一点 要明白因为现在是末法时期 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 多看别人好的一面 你自己会好过一点 如果叮嘟别人不好的一面看 你自己心里会过得越来越难过 师父还说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调节自己的心态 调节自己的心情 不要让自己的心情被别人牵住 别人不好你难过 别人好了你开心 这才是人伤我痛的大菩提智慧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只有去行亲正佛法 才能明白师父讲的到底是什么 才能体会师父的良苦用心 慈心悲悯 宽广无济 智慧般若 才能明白师父是多么的坚强和大无畏 顶礼我们的恩师 有您带领着我们前行 披荆斩棘 弘扬观世音菩萨的正法 愿诸佛菩萨慈悲成全 感恩一切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师父 您辛苦了 您太伟大了 您把当代年轻人的每个细胞 都观察得清清楚楚啊 感恩您 我们最敬爱的师父 我们定当努力学佛 努力消业障 不辜负师父的慈悲之心啊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2021年4月24日 母亲家里设佛台 父亲送我们过去 出发时 父亲说 他的电动四轮车 马上就没电了 估计坐了他的车 到不了家 在路上 父亲看着电量显示器 说了三次 让我和母亲下车 打车回家 我当即在心里默默地祈求 观世音菩萨 我父亲车子的电量不足了 请求观世音菩萨 帮助我们顺利到家设佛台 如果顺利到家 我一定现身说法 我们在车上说说笑笑 不知不觉就到家了 父亲非常诧异说 上次他一个人也是这个电量 半路都找地方充电 才能回家 这次真是怪了 车上还坐了三个人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法喜充满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秀分享道 我前段时间牙龈肿痛 痛得非常厉害 张开嘴巴都很困难 吃东西喝水张嘴也很困难 睡觉睡到半夜都痛醒 我当天连续吃了四次 消牙龈肿痛的药 一点效果都没有 还是那么痛 我感觉到这是业障 然后赶快上香去求菩萨 保佑我消除牙龈肿痛的症状 许愿念二十一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拿一个月法布施功德 和一个月的吃素功德 消除牙龈肿痛症状 让我能够去上班 因为再过两天 我就要去上班了 但是这种状态上班的话 是不行的 我祈求完之后 明显感觉到 好了很多很多 也不再吃药了 吃东西喝水没问题了 等到我去上班那天 完全好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肆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台长说个笑话 有一个人去吃饭 他的气量也是很小 但是这个老板也不好 他要了一碗香菇面 但是他把面条挑起来 找不到一块香菇 他非常的生气 他指着碗就问老板 老板 香菇面里 怎么一块香菇都没有的呢 老板淡淡地说 哎 别太认真了 难道你还指望 从老婆饼当中 吃出个老婆出来吗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一段白话佛法 中国过去有句话 人生如梦 转眼就是百年 其实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不要执着在人间的这点点时间 我一定要怎样怎样 你又能怎样 一觉睡醒已经不知身在何方 说不定一觉睡醒已经轮回在畜生道 变成一个动物 到那时再后悔 一切都无法改变了 这是很可怕的 轮回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 我们现在一觉睡醒 有时在病房里 或者是在房间里 有些人一觉睡醒就天各一方 亲人都见不到了 有些人打个呼噜就走掉了 过去有两个很胖的人 睡觉把婴儿放在两个人中间 造成一觉睡醒 发现晚上翻身时 已经把小孩子压死了 这就是轮回 而且欠他的 下辈子小孩还会来问你要债 再把你压死 远远相报 何时了 解脱 超脱 赶快跑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